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无毒锅盒终于到了 趁进试开箱 我之前是有个中文版的 可是搬家过程中也遗失了很多书 我怎么都找不到中文版的了 我身边就有个英文版的 所以又重新买了一本企鹅的不闻的中文版 真的好美 Good morning 出风买的锅都到了 一起来开个箱吧 吃菜 吃菜 先拿来 但是吃菜 如果先吃菜 吃菜 吃菜 比并做 太甜蜜了 它就是一共有六个锅 锅盖是四个 因为这种pot跟这个配合不通用的锅盖 颜色是我喜欢的白色 看上去还不错 之后可以开心做饭了 它就好了 我开动了 带你们一起 云师范 最近在看的韩剧叫做 金汤勺 你们听过吗 徐人果眼的好像是 讲的是一个男孩 他本来家里很穷 然后他有一次在路边 他也遇到了一个 这种神婆类细细的 那种奇怪的婆婆 就给他一个金的条根 金汤匙 就跟他说 你只要用这个去 有钱人家吃三顿饭 你就可以跟那个 有钱人家的儿子 互换身份 然后他正好有个同学 很有钱 是个小霸王 他很讨厌那个同学 然后他就 将信将疑的 想金办法 去他同学这个家 蹭了三顿饭之后 他真的跟那个同学 互换身份了 然后他就变成了阔少爷 然后他那个 有钱同学就变成了 他 就那个穷小子 就身边所有人 都不觉得违和 都以为他们是 本来那样的 可是就 这个男主角 自己知道 自己是互换身份的 然后被换的男孩 就是变穷的那男孩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变穷的 他就以为自己本来 就是这么穷的 然后故事刚开始 还蛮好看的 现在还是到第五六集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 烂尾 就我还在追 我看电脑戴上我的眼镜 蓝光眼镜 没有度数吧 但是看电脑 非常的爽 你看久了 你也不会觉得眼压很高 你也不会觉得想吐 或干嘛了 就是会 眼睛会舒服很多 建议大家都去搞出 蓝光眼镜 冰箱里的一堆快要过气的东西 冰箱里有一堆快要过气的东西 还有一些古策 这一餐我愿称之为大大会 把所有生的东西冰箱里生的东西全都搞掉 我前两天发了个账他说 大家想先看换页 还想先看雾图骨饵 结果很多人就在下面吵起来了 I'm sorry my bad my bad 我不该问的 这两本我都会做 大家不要吵 今天的任务就是 要给滤植 饭盘 然后还有拆掉很多书 让大家陪我一起吃饱干活吧 Cheers 我这次搬家给书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 我根本没有开过的新书 应该很多都是出版社老师 推荐给我看的 但是我实在是 不知道事隔多久了 都还没有拆过 有点深深的罪恶感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拆掉这件书 我实在找不到剪刀了 所以我们就用这把 可爱的螺丝刀作为我们的开箱工具 我现在猜这一套黑赛的精选机 还有质感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黑赛是1946年的诺贝尔民水奖得主哦 所以他的作品大家知道了请举手 这本是荒原狼 可以看一下 西达多 在轮下 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门 等一下是德米安彷徨少年时 这本超多人叫我讲的 想要看呢 想要看 打印 五本的质感很高 我觉得如果喜欢黑赛 想要收藏或者送礼的人 可以冲 接下来再擦一个套装 就是凡口安物的这个系列 有备美到 小偷家服 石中馆的秘密 无影犯人 安武人生坛 这里面应该都是一些他的杂谈 不连续杀人事件 啊 一定是推理了 看一下 盛开的樱花 盛开的樱花临下 我们这一堆看封面盒设计非常棒 我肯定会要看一下 接下来这本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本是我记的 我早就想读了 原来他在这里 就是淹没在我的一堆书海里面 就1928年 瓦尔夫在剑条大写演讲的时候说 一个女人想要写作 必须有两样东西 钱 以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觉得 他说的对 这样 喜欢写作的女生 为什么是强调女生 因为在那个时代 女性写东西比男性艰难多了 因为世道不认可女性节的东西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简爱作者要出书的时候 就没有人说你写放个女生的作者名字上去 出版社会给你出的 都是用男性的名字当假名 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 慢慢的世界才认可 女性也可以写作 女性也可以有才华 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很快的跟你们说一下 刚才没有录到三本书 这三本呢都是短片集 当中又收入了不同程度的短片 都是企鹅的清经典 然后他们是中进出版社的 首先第一本是这一本 Dorothy Parker的缝衣曲 它的故事下来的背景 是在美国大萧条时代 它就是写了那个时代的女生 他们曾经在大萧条时代的 纸醉金迷当中的 关于恋爱啊生活等等故事 然后如果对那个时期感进去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一本缝衣曲 接下来一本是有点惊悚的 他只说一试的 作者是Shirley Jackson 就是它里面是有16个精彩短片 都是那种悬疑带一点小金孔 然后这个作者是二战之后 美国最受欢迎的恐怖小处杂之一 想读短小金汉的小故事 可以试试看这本 他只说是的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本 封面让我觉得有一些不寒而理 仔细看一下来感受一下 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可能有梦》 这个作家Charles 他有很多有名的粉丝 其中一个是摄影师吗 史蒂根金写闪灵写那个什么 肖顺客的救赎那个 我也非常喜欢史蒂根金 史蒂根金的偶像 就是这位作者 这里面是他的16个烧脑短片 想看这种烧脑型故事 try this one 好 这三本啊 如果有谁看完的话 欢迎来跟我说出口感 我把他拿着 放进去 这边他新的根已经全都长出这个土了 说明他原来那个盆已经完全不够了 所以要拿新的移用土把这位一圈填满之后再附上来 让这个根系有足够的空间来生长 下面这个有个孔的嘛 等水都沥完之后就可以把它搬去他住的地方 希望他换了盆之后 只能可以生机裹裹 然后这些绣的部分就可以全都没有 加油 秦叶蓉 这期vlog就到这里结束啦 不然大家也能享受这期视频呢 但anyway 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bye 晚安 这期视频